包括激动市议员张耿辉、曾宜芳、激动市长谢国良秘书 以及激动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秘书等人 和地方人士一起出席这项寒冬送暖的活动 陪同慈奉公住持主委、副主委以及志工们 发送总共将近300户每户500元的红包 以及白米、棉被和沙拉油等日常生活用品和民生物资 给弱势民众帮助他们 激动市议员张耿辉和曾宜芳也各捐赠200斤的白米共襄胜举 这也是为在激动市七堵区的六堵慈奉公 受到奉仕主神玉皇三公主娘娘慈悲感召 连续第43年举办的东令救济爱心活动 你看大家出这一次我们 他五年一句话三公主这句话大家就拥有参加 我非常感谢 感谢第五张议员、曾议员、所有的领导 我都很感谢 祝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可以平安过去 这些热视这些食材 热视团体这些食材 旁边有点心、有点心 请愿意大家应用 非常感谢我祖皇宫 各位带领下长期来结合地方上的 战兴人士、时光大德的一些善款 每年都会期盼这个睡末寒冬的发放 尤其最近天气也比较寒冷 更显着一个温暖的感觉 那梗慧山这边也呼吁 除了这些受证的人员 当然啦 生活难免会有顿挫的 一时的恨苦的阶段 那若是以后有机会的话 同样的像石凤公一样的精神 能够做出一位手心向下的人 能够照顾更多的需要照顾的人 那我们谢市长上任以后 对于这些弱视团体的一些 市民好朋友也非常的重视 感谢我们石凤公 长期跟我们市政府来从这边做合作 把一些弱视的家庭把它带到我们社区 让他们的生活在年末的时候 可以做得更好 那也结合了一些善心人士 来捐赠这些物资 使他们有需要的东西 都把它带回去 那在这里 还是非常感谢石凤公 蓝老师 还有我们市政府 以及我们张总会议员 还有我们各位善心人士 所举办的这个活动